在桃园大西普济堂 有一尊由前总统蒋经国赠送的 关公坐姿青铜像 在长达了34年之后 这个月26号将由桃园县长吴志阳 首次护送回娘家 也就是总统府 当天还会有32个社头跟1600万姓众 跟着关公一起回娘家 桃园县政府也希望能够借此 让民众了解大西历经百年的 社头文化精髓 热闹的音乐声中 关公回娘家巡礼总统府的祈福活动 在桃园大西镇正式展开 所以我们今年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利用这个普吉堂的文化 100周年的机会 能够巡礼回娘家回总统府 这个他也是总统府 第一次这个神像可以进去 但是这是因为有特殊的渊源 这次活动除了邀请全镇29个社团 共同参加一起恭送关公回娘家之外 另外还邀请在地艺术家举办各展 透过农产品竞赛及伴桌方式 来推广大西在地精致产业 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 关公的这个文化活动 希望我们实属一个 南妈祖给关公这样子的意向 希望30号31号 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大西 这个十大观光小城 体验一下宗教文化之美 桃园县大西文艺祭 将在7月30号31号 在大西老城区热闹举办 到时将广邀各地民众参与 带动大西观光旅游发展 联合报 刘爱生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桃园报导